今天我们一大家子人去要干嘛呢 卖甜瓜 大家好我是涛子 斯伯迪大家好我是老温女海米 哥哥 大家好我是丽 今天我们一大家子 还有对比玛丽一大家子 我们要出发去燕林要卖甜瓜了 像这个甜瓜大家也期待已久 期待很久了啊 因为之前是一个甜瓜上市的原因吧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开始 这两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就要过去着手要准备开始了 艾蜜 那哥跟嫂子知道我们要去干嘛吗 他们知道呀 知道 我一直给他们两个说呀 那你们那边老挝有网上卖货吗 有 也有 也有 也是和我们这种 一样做直播这样卖货 别人就发给你那种 那看来你们老挝也挺厉害的 哈哈哈 行行行 就这次出来带嫂子哥哥来我们家这样 中国转一下玩一下看一下 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也能去看一下 啊希望他们以后能就是能对自己的一个眼界进行一个开阔 啊行 现在也不远 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我到家开卖点 希望嫂子那个也能不去用车吧 啊行 那我们准备一下就收拾要走了 今天你看 玛丽妈妈也要去 嗯 两个小孩也要去 我们一大夹子啊 十个人有老挝人比中国人多 哎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 哈哈哈 一半中国人一半老挝人 哈哈哈 饱了吗 还没有 我说你吃饱了我们就该走了 哈哈哈 在他们上去吧 这是煮的那个西葫芦 嗯 然后这个呢 这是那个九天那个鸡肉 鸡肉是吧 吃吃了喝点水我们走 嗯 好吃啊 这是老挝的肉啊 爸妈妈从老挝带过来给我们带过来的 嗯 好好吃 哈哈哈哈 我们到 岩梁县城了 刚好也到中午了 我们直接在这边吃个饭 我看你们三个在车上睡了 睡了就是一路 尤其是嫂子一上车一直睡到 睡到到了 哈哈哈 其实还好 睡觉了就不用车了 我看 如果她不睡着 肯定要用车一点 行 走 我们这边有个炒菜馆 去吃个炒菜嘛 别走 不要过去 现在抱起来 你胳膊感觉要断 胖多多现在抱的好重啊 对 你看现在我们出门太麻烦了 一出门就是一大家子 是的一大家子 嗯嗯 胖多多 这个是胖多多 嗯 胖多多多 胖多多 胖多多多叫你 叫贝贝 大家好 快点 大家好 哎呀 啊 很棒 笑一个嘛 潘子欣 我们干什么来了 我买甜瓜来了 卖甜瓜来了 哇 你也懂啊 对 现在这小孩都惊得很 你吃饱了没有 饱了 哥哥吃饱了吗 饱了 都吃饱了 就是嫂子没有吃 她应该就是那个 晚用前妻吧 对很多气味啊东西比较那个 排处 刚就吃了一桶八宝粥 哎呀 这怎么怎么办 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这不吃饭 一点没事哦 你这一天吃一点 还是有点那个 人有点扛不住的 看一下想想办法看 去了以后要么就是 住在别人家里面 去做一点 行不行 反正你看 你就把嫂子照顾好就行了 交给你了哦 好 哈哈哈 行吧 我们吃完饭 现在离我们那个 田瓜南边也有十几公里了 也不远了 继续出发 到炎凉了哦 又是熟悉的地方啊 去年的这边我卖田瓜住了一个多月啊 对就是这一家 我们进去看一下 之前的地方还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吗 哈哈哈 对就是这个地方 哈哈哈 我们去年和蜜又是住里面那个月 那个房子里面啊住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蜜也刚做完手术吧 是不是啊 除了今年就是我们人太多了 这里渡不下 今年来的人太多了 去年只有我们两个来 今年我们来了几个人 四个 八个 八个人 九个 九个人 怎么半天没有看到哥哥跟嫂子了 在车上 哦对因为这边怎么说也没有地方坐嘛 所以他们一直在车上待着啊 是你这样叫下哥哥嫂子我们来去尝口甜瓜 尝口我们这边的炎凉小子的甜瓜啊 叫一下叫一下 哪一个甜瓜 要切开给我哥哥哥嫂子 给他们闯一下我买这个炎凉甜瓜 看好不好吃啊 哦看一下好不好吃 切切切切 慢点你还那么猛 放地上切吧 放地上切小心手 放这 嗯 这个瓜在老窝是没有的 哈哈 对没有 从畅没有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对这个籽不能吃啊 把这个籽甩一下 甩一下也可以 尝一下怎么样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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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让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 他说很甜 很甜 软弱 软弱 上天 软弱香甜 那这不是我们卖的一个用语吗 对啊 他也是这样说的吗 嗯 这个老窝没有 老窝没有啊 是没有老窝没有的 而且老窝那边就是卖的水果 我们中国这边的品种特别少 基本都不新鲜 能吃到我们这个甜瓜确实 很不错的 你吃吧你吃吧 你给大家尝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去年的味道 好吃啊 就是去年那个味道 软弱 上天 好 这是我朋友啊 我朋友今天已经开始发货了 他们打包好的 啊 等一下那个快递就会拉走 然后 涛子的和他们的外包装啊 还有这个 都是一样的 规格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箱子 给大家发货的 你们在看啥 他给他们看小麦 他们知道是小麦吗 我刚给他们说了 说过了是吧 这是小麦啊 我们经常吃那个馒头 那个包子 都是这个旧的 对对对 行 那就这样 因为这两天就是甜瓜还是上市比较早 嗯 所以市场的量还是比较少 然后涛子今天就是上了5000箱 上了5000箱 包括我看了一下天气一包 我们这边就是明后两天 大后天就有雨 就有要下雨了 三天的雨 所以我没有多上 上了5000箱 我们先把这5000箱就是拍了以后 等下完雨了以后 我们再上架 继续再卖 行 那就这样就是我们也 哥哥嫂子也都累了 我们就去找个地方 找地方就是安冻一下 我们去吃个饭 住下 然后我们的炎凉天瓜之礼 今天就正式开始了 对 今天开始了 对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 对 我们的天瓜已经在主页橱窗 已经上架了啊 目前只上了5000箱 所以就是想吃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 先拍 先拍先得 嗯 行 那就 我们 不想到这里啦 啊 视频就到这了吧啊 等一下那个去找地方住 找地方吃饭了啊 我们 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 下次见 拜拜啦